有一名很恶的农夫他死了 很恶的农夫 他生前没有几乎做过一件善事 他走的时候鬼把他抓去 扔在地狱的火海当中 守护他的护法神 站在他的身边 就希望能够想出他的一件善行 因为这个人曾经到庙里去 冲着护法神磕过头 还讲过几句善行 这个护法神想去菩萨那里 帮他求情 护法神想啊想啊 他有什么好的地方呢 怎么没一件好的地方了 全是恶的 几乎没讲过好话 没做过好人嘛 跟你们这里人都不一样的 你们整天做好人 想好事 我话还没讲完呢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护法神他想啊想啊 终于哦想起来了 他对菩萨说 菩萨你原谅他 他曾在菜园里捡到过一根绳子 他把这根绳子 施舍给了一个女的乞丐 我的娘 这也算好事啊 在菜园里捡到根绳子 把这根绳子 施舍给一个女的乞丐 那菩萨说 菩萨说好啊 那你就拿那根绳子 到活海边去给他 伸给他 让他抓住 拉他上来 如果他能从活海里 把他拉上来 你就让他到天上去 如果绳子断了 那女人就只好留在活海里 像现在一样 护法神赶紧跑到 这个农夫那里 就是活海边上 我们讲的都是在地府的事情 找到一根绳子 马上就他过去 施舍的绳子 把他扔下去给他 对他说 你抓住啊 等我 我来把你拉上来 开始小心翼翼的拉他 拉呀拉呀 差一点点就要拉上来的时候 这时候活海里 其他的那些有罪的 罪孽的人啊 也想跟着他一起上来 这个女人啊 用脚踢他们说 那是我的绳子 不是你们的 刚说完这句话 绳子砰断了 那女人又 噗通掉进活海 护法神 只好流着眼泪走了 这个农夫女人 后来才知道 这根绳子 其实可以拉很多人上来的 菩萨想借此 再度考验一下他 是一个善人 还是一个恶人 但他还是那么的 自私凶恶的个性 他没有经受住考验 所以他又掉入了苦海啊 我们在人间 菩萨给过我们很多机会去帮助别人 而我们没有 我们很自私啊 我们为了自己经常活在世界上 不顾别人 不顾父母亲对我们过去的爱 不顾邻居对你的好单位里的老板啊 员工啊 各方面的人对你们的好 有的甚至连伯友他都要嫉妒 他都要嗔恨啊 想一想我们的罪孽有多重啊 所以关键时候考验一个人 你的人性的本性好坏 那时候就会显现出来 所以如果一个人心怀善念 你才能经得住考验 经常心怀恶念的人 你就是等于把自己送入了地狱啊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因为这个恶夫人 因为最后的恶念 让他失去了再一次能够上天堂的机会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多帮助别人 我们会得到别人更多的帮助 所以我们要有更多无私的爱 人要活的众生当中 其实善和恶就在我们人间的一念之中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